我經常都說人品好才能看到富士山 我是整個富士山在我前面 我難掩我興奮的心情 哎呀 男人的浪漫 這次我在櫻花的季節來到日本 帶大家體驗真正的男人的浪漫 三日兩夜富士山 Land Rover車中撲之旅 開始前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拿車我們就在鍾木克那裡拿 這個就是花燕彈 他在搞另一架租車手續 他除了Land Rover之外 就有這架Suzuki 我也很想租這架Suzuki 但你真的要早一個月 一個多月才租到 因為太搶送 Oh My God 我難掩我興奮的心情 第一次駕駛Land Rover Defender 當你駕駛著一架 過百萬港幣的Defender去威 租車就包了雪櫃 主宿的帳幕 煮食的用具 你只需要準備食材就可以出發了 一日的租金是三萬三千日圓 不用二千元港幣 我真心覺得抵玩到難了 而老闆在出發之前 就會為大家講解車中樸的設備 第一次駕駛大車 真的有點緊張 你駕駛的位置距離感 你駕駛大車是真的 我左上角不是很感覺到距離感 因為真的看不到 但是駕駛慢一點 最重要是安全 我們由中木克出發 直接衝上Highway 過了不久 我就在鑽角遇到我的最愛 原來幸福真的可以來得這麼突然 經常都說看富士山是看運氣 看今天幸運之神就真的捲過我了 大概兩小時的車程 我就到了第一個付費的露宿 本西湖 本溪湖 本西湖 本木湖 其實這個字我真心不會讀的 本西湖 我們第一晚睡的露宿 我三、四年前拍過露宿 因為是來過這裡的 但當時就是完全完全失敗 因為富士山是被整個環海遮住的 我今天終於再回歸這個1000日圓的營地 現在就示範一下這輛車充泡是怎樣運作 它上面有一個鏡頭 所有器材都在後面 咦 還要拆掉 冰箱 大家可以看到我買了很多今晚的主食食材 是冷凍的 是絕對夠冷的 它是這樣的 你看到整個東西是打斜浪是不會跌的 好 先推進去 不用鎖的 這個就是你夜晚的煮食爐和砧板 爐是可以拿起來放在桌子上煮的 但是切東西在這裡其實都方便的 可以拿起來 好 呃 它另外有兩支叉,你就要叉起帳篷了 好,讓大家看看我今晚的床 車中泊的精髓,當然就是在車頂的位置,睡覺的地方 一推開就看到鏡頭,適合我這些懶人 雖然它是車頂,但是很軟的,真的是一張床 還有它是一個掛電的布袋,所以你可以保暖 勾住這邊,這樣勾住 天幕就完成了,我就成為天幕下的戀人 車中泊的終極奧義,就是要看富士山的日落 就真是超級正 這個鏡頭,我之前是很想來的 就是因為是1000日圓的鏡頭 我覺得幾年前來過,又拍不到 今次終於是可以了了一個心願 營地的位置有限,夏天旺季一定要提早上網預約 如果想像我一樣,在拍湖邊的位置 建議就一早早進來 或者等到下午5點,day cam的人走 我就不建議拍其他免費的停車場過夜 一來拍照打卡都不漂亮 二來又未必有水源 而這個鏡頭就有齊食水 付費的淋浴間,自動販賣機 洗手間等等的基本設施 要補給品的話,亦都可以去reception 賣 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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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發生了什麼事呢呢? 就是煮的煮不滾 原來油是不夠氣的 現在我們換了油就可以 咖喱咖啡色 曠著食物 早晨 一早早 看到嗎? 富士山依然很棒 早上有日出 但不是正中間 昨天睡了一晚是很棒的感覺 裡面是絕對夠暖 有兩張被子 我穿少了一件外套也是夠暖睡的 所以大家不要太擔心 叫我廚師傅 我的飛碟已經失敗了 差點麵包都忘了 就夾進去 做事又打爛 先夾一塊包 差點整個蛋 蛋漿爆漿 我就買了六二島肉 再加上芝士 好熱啊 看看邪惡拉絲成不成功 其實我蠢了 所以我應該用刀切一切 在這個站南平靜的湖面 看著易富士吃早餐 在這一刻 我還有什麼好要求呢 在富士山周邊自駕的景點 我想都不用說那麼多了 我自己都是第一次去河口湖 打卡當然要去淺駕神社 打卡當然要去淺駕神社 好可怕 櫻花季節再來富士山 真的很多人 但是人品好就見到這樣的富士山 好天的富士山 我覺得是世界其中一個最美的景點 所以就算幾多人都好 真的很美 真的很美 怎麼拍到美不美 如果你想拍到神社家富士山的景 就要大排長龍 我自己最討厭排隊 所以在下面影影花 我就已經很滿足了 我就是其中一個特意過來拍照的人 你就會看到有幾多人在拍照 然後縮縮了很兇的 叫人走回去 這真是變成一個普遍的景點 我相信都是一個駕車人士的黑點 那麼多人照片就拍不到 讓我駕車用車的視角給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這麼美 大石公園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花觀照 今次我就很幸運 還拍到少少櫻花的季味 還見到櫻吹雪 只是櫻花雕落的浪漫景色 櫻花飄落的速度是每秒5厘米 而大石公園的人流 是每秒有5個人在你身邊經過 完成了 嘩!好棒喔!好棒喔! 嘩!又看到富士山了 真是不好意思 如果大家沒什麼運氣 看到富士山進程不肚餓吧 我全天是任何景點都看到富士山 好!吃一下那個巨峰提子 它奶味比提子味更多 雖然它是紫色 是好吃的 開車無意間發現了一個很有名的 Lawson 就是富士山頭 你把車子拍在這裡 沒得輸的景觀 午餐我同樣去了一間人氣的打卡店 老價白色半球體的建築物 配合富士山的景 試一試河口湖的名物 我還點多了個馬肉刺身作為前菜 我還沒吃過馬肉 聞上去都是刺身味 不行了 吃下去不行了 應該是沒有人的 它連解雪都沒解到 我咬下去是冰的 浪費了1,100元 咸而無味 咬下去肉有少少梅梅的肉質感覺 千萬不要吃 當然有重複 相傳這碗麵 就在中國的唐朝引入 慢慢就演變成為日本菜 加入麵糞湯等等的日本元素 有點像長期拉麵的故事 它雖然是麵糞湯 但這個麵糞味不是很綠 和這個麵糞味 清甜 有蔬菜的清甜 試一下這個好像烏冬一樣的 物體 我會形容為硬版的烏冬 麵 吃完飯就差不多夠時間 check in 下一個camsite 我今次就預約了 招募高原的付費營地 我在2018年參加高歐Camp的時候來過 當時就看到半天的富士山 然後就下了幾日雨 這個camsite的草地超級大 基本上是任意拍 你拍哪裏都行 同樣都是上網預約 有齊洗手間、廁所、浴室、小賣布 還可以買木頭來燒 好 富士山有很多不同很漂亮的周邊精品 第一樣東西 這個包真的很有名 切開去看是超棒 800日圓的 如果你是沒有包裝的話 如果你是有盒子 就860日圓 這個我覺得也是必買的 但試了口感是怎樣 日本人真的很懂做生意 跟普通方法是沒有分別的 是沒有分別的 是沒有分別的 你問我是不是甜了一點 可能是吧 但我吃到的味道是真的沒有分別的 這個是真的用來拍照打卡用的麵包 是800日圓 拍照專用麵包就認住它 那我試一下這個 這個又好像很誇張 波子氣水 但你問我呢 我覺得波子氣水比麵包還值得 280日圓買到 富士山客喝啤酒 真是人生一大螺絲 露營必須什麼 食的煎爬 每樣30秒 每樣30秒 這個camsay有很好的垃圾分類系統 你可以按指示 將罐頭、玻璃、膠瓶、分門、別類 用剩的木頭都可以回收 我就買了一個專用的垃圾袋 不能夠回收的廢物就拿去燒 距離camsay不到10分鐘車程 距離camsay不到10分鐘車程 富士山鳥園 一入場買票 已經零距離見到一隻很可愛的貓頭鷹 好可愛啊 你看 好喜歡啊 好可愛啊 你看到嗎 它叫Pon Zan 就是小Pon 它是可以供奉的 很可愛 我之前在座網看到 狐狸很可愛 這個 鷹 不是鷹毛 是貓頭鷹 大家都要來看 大盤剪子 嘩 嘩 嘩 這裡有個位置 有些企鷹 1 2 3 4 5 6 只有六隻 雖然很小 但它也是很可愛 很活動的 在游泳 哈哈 這是不是show來的 它們自己在表演 這個場地很特別 你可以很近距離見到動物 當然不是讓你觸碰它 但其實它跟動物很多時候 都沒有一個很實際的圍欄去圍住 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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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巧遇到一個雀鳥表演時間 貓頭鷹 雀鳥 大大小小 在你騰頂上 沒飛過 都幾個人 完了之後 還可以和牠們合照 牠在餵著雀鳥 牠在頭頂上飛去 現在很近餵食 就被人拍照 親親貓頭鷹 300日圓 好近 好近 嘩 牠快想嘴我 牠是不是要嘴我 老老實實 我真的連續兩天沒有洗澡 臨走前順路 就去了富士山的遙望之湯 浸泡個漂亮溫泉 入場費就是1400日圓 放了一雙蟹 然後拿鎖匙去 尾廁 就可以進去浸溫泉 大家看到一個全身的我 浸溫泉 指定動作 喝一杯牛奶咖啡 很值得來這裡浸溫泉 因為真的很漂亮 真的看到整個富士山景 是沒有騙人 最後提提大家 租車公司日租是晚上七點還車 就算你租三天的時間 同樣在第三天的晚上七點都要還車 回程就建議遇鬆動一點 東京的失車時間 最近還車地點的油站 有費超級貴 建議就找其他油站入門才還車 整個旅程一共就花了大概9000元港幣 每人平均4500元三天 包食住靚景 我個人就十分喜歡這次自駕之旅 如果你喜歡露營 又想試試車中泊 我絕對建議駕Land Rover 駕大車那種霸氣 真心無敵 轉美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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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